YO 大家好,我是剛剛這個星期尾 跟大家試駕完還未正式來到香港 要價70萬港幣的Teyota GR Corona的L路 亞洲賽區經過新加坡站 日本站完結之後 我們用一場中東賽區做跳板 之後就會去到美洲 這場卡塔爾卡塔爾分站 老實說真是怪事連連 到底韋斯加坡風凰成為三貫的這個地方 發生了什麼事呢? 今天我們一起回顧一下這場卡塔爾大獎賽 相關一年舉辦世界杯的2022年 卡塔爾和F1的10年長合約來到第二年了 2021年的卡塔爾分站 我就表示過我對這裡舉辦F1的不理解和失望 果然今年還是發生各種問題 同樣我會將Sprint和Main Race分開來看 我們先將時間去到星期六的早上 經過星期五沙塵滾滾下 又不斷有車跑出賽道 混亂的練習賽和正賽排位賽 F1在Sprint出現之前的幾個小時 突然出了一份公告 F1和Priori檢查過比賽用過的輪胎之後 發現輪胎的橡膠表面和內部有分離的現象 長時間使用會令輪胎漏氣 而初步了解過之後的成因 是與路上的賽道專門建設的新路駁設計有關 因為他們在賽道的邊緣使用了大量這種5cm高的金字塔路駁 當賽車跑出去就會令輪胎受損 有關於今站輪胎的問題我就不在這裡詳細討論了 留待我的拍檔Posting and Racing 之後的分析 F1就今次的問題緊急改變賽道的Track Limit 將Track Limit向賽道內移 那麼賽車經過金字塔的風險 但這就是賽道會變得更加窄 而改動就集中在第12號到第14號這一段多APEX的右彎 亦都是車手在星期五跑出賽道的重災區 另外因為已經過了比賽的唯一一段練習賽 所以FIA就在Springside Out之前加開了一段10分鐘的測試時間 突然改動賽道Limit 還只是只有10分鐘的時間給車手測試 明顯是不夠的 再加上賽道仍然是十分滑的 很多時候只要車手跑離開Wacing Line 我們就在畫面中看到賽車後面塵土飛躍 一個不小心就會滲出賽道 在一日之前的正賽排位賽中 已經有大量的車手因為超出Track Limit而被delete時間 Springside Out的情況更加誇張 全場一共有31次有車手被取消時間 比賽時間更加長的正賽排位賽都只有22次 而當中就只有羅素、寶達斯和Piatrick 三個車手沒有在shootout期間被取消時間 雖然這段時間對各車迷都相當痛苦 見到自己的深水車手做出更加好的成績後 不用10秒又見他時間跌回下去 夏美代在sq2的時間被delete 未能夠打入sq3 而sq3時段 某些日本本應可以再拿多次Po 但因為時間被delete而跌回到第三名起步 被Piatrick 和Loris搶走了頭牌 Piatrick 得到我們人生第一次的Spring Pro 羅素第四 之後就是兩部紅車紳士和六一來分別拿第五第六 以這個Papaya 頭牌排名 我們來到Spring 衝刺賽 今年第四場Spring 和剛剛的比利時Spa 舉辦的衝刺賽一樣瘋狂 三次王旗再改為安全車 19圈的比賽實際只是跑了不夠11圈 在輪胎可靠性疑魂之下 今次衝刺賽有8架車冒險使用紅胎 除了根據過往的經驗 紅胎跑Spring是可以有一定的優勢之外 相信是為了正賽可以折述一套珍貴的黃胎 起跑的一刻 前三個車手Piatrick 、Loris和Fresthaven 都以黃胎起步 在雙位屬Dirty Line的羅里斯 起步明顯受影響 而身後以紅胎起步的羅素和紳士 掌握著爪地力的優勢 在直路的時候就開始進攻 六一來就跟著紳士開闢出來的這段路 經過1號彎之後 除了Piatrick 能夠保住名次之外 後面的排名來了個翻天覆地 羅素、紳士、六一來分別佔據第2至第4 韋斯阿本和羅里斯就掉到第5至第6 不過後一點 羅神就在進入3號彎的時候跑出賽道 蔡宇峰派出安全車 領跑了一個圈後退場 羅素一個big move 將Piatrick 壓倒 暫時登上第一名 第3個圈又到沙子在9號彎之後飛出賽道 沙子和羅神的意外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他自己突然飛了出去的 安全車又領跑多3個圈之後 到第7個圈 車手門終於有一段正常的交鋒了 跑了賽事的一半之後 黃胎可以進入完美的工作狀態 但是同一時間 紅胎的效能也開始減弱 Piatrick 重奪頭位 紳士報稱的賽車有問題而令速度下降 組成的DLS火車頭先被韋斯亞本打破 就在第11個圈 中油的奧剛、喉根堡和佩雷斯 三個人平排進入2號彎 喉根堡慘變三分之 三個車全數退賽 因為佩雷斯的退賽 其實這一刻就算韋斯亞本也退賽 都已經確定他可以得到世界冠軍 安全車又要出動 本應有更多的安全車時段 應該是對用紅胎的車手有利的 不過事實是不斷升溫再降溫 反而加速了紅邊車胎的老化 連羅蘇曾經問車隊可否換輪 你就知道多麼嚴重 去到第15個圈 安全車退場之後 韋斯亞本一圈之後 追過羅蘇 來到第二名 用紅胎的法拉利兩個人 也被羅里斯和賀美頓追過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紳士的戰車有問題 都不讓他讓位給綠克萊逃走 而是叫綠克萊在後面擋著賀美頓 算了可能是我不明白 今場的spin衝刺賽 PH拿到他F1 生涯的個人首成 韋斯亞本也得到了他2023年的世界冠軍投降 排位賽在卡塔爾的星期五晚進行 兩年之前我做過卡塔爾賽道導覽的問題 再一次出現 場地滿布沙塵 加上新鋪設的賽道路面 賽道就變得非常善 車手門就要像濕地比賽一樣 不斷跑圈 而圈速要隨著賽道的演發而不斷提升 Q1 尾段由兩部威廉士戰車爭奪最後一名入Q2 艾邦成功改善時間 以不足0.1秒打敗一隊友沙展 與沙子一起出局的有周冠宇、麥露神 可能是最後一站替班的羅神 還有憂憂豬的史道爾 到Q2了 有兩個上游車手都在這裡出局 一個是法拉里的紳士 另一個又是佩雷斯 路丘作為一條高下力的賽道 對法拉里的確是不利 加上紳士連番失誤 最終出局無可厚非 不過佩雷斯的表現就難免令人大失所望 計上今場卡塔爾站 他今年17場比賽中 有8場入不到Q3 差不多一半的賽事都入不到 連同他們出局的 還有猴金寶、艾邦 以及繼續做11郎的葛田雨藝 再入到Q3了 韋澤本早就鎖定頭位 相比他的隊友普羅斯 8場不入Q3 韋澤本在今年的排位賽中 贏了11場 然後就開始一場非常有趣的鬧劇了 Check Limits的問題繼續出現 羅利斯在最後一輪跑圈的時候 在10號出彎位 十分明顯地跑出Check Limits 雖然他跑過終點線之後 拿到第二名 但時間會被delete是肯定的 不過賽方一直都沒有公佈 足足過了3分鐘、4分鐘 羅利斯把車拍到第二名的位置的時候 才公佈羅利斯的時間被取消 因為沒有有效的時間 需要在第10名起步 之後羅素跑出隊友快的時間 位居於第三 當他下車的時候 看到羅利斯的車 停在P2的格子上面 如果不禁問正在接受訪問 補上P3的Piastri 羅里斯去了哪裡呢? 而當Piastri正在接受訪問的一刻 賽會公佈Piastri的時間都被取消 YDD到第6 這次足足遲了6分鐘 明白 有時候是很難即時判定的 不過情況就非常尷尬 追蹤羅素補上成為第二名 而夏美頓補上第三 艾朗素第四 綠克羅第五 兩個法國人 加斯和奧剛分別在第七和第八 這場排位賽 如有神助的保勒斯得到第九 終於來到非常嚴熱的星期日了 在正賽開始之前 就有一大堆新聞 想要見見影響賽果 先說說關於車隊的 佩雷斯因為更換底盤和動力元件 所以就有一維修站起步 而早前在Spring的賽事裡 就投訴過賽車出現問題的紳士 也因為賽車公有問題而未能夠出賽 場上就只剩下一部紅車 另外當然還要說一下我剛剛提過 在卡塔爾分集的輪胎問題 在Spring之前 FIA就曾經表示過 如果輪胎的問題持續的話 賽方是會限制輪胎可以用的圈數 因為Spring在安全車不斷的情況下 令到FIA和Pre-Rally 都不能夠收集到足夠的數據 或者場上的車手安全 所以他們決定臨時執行 每套輪胎不能夠超過18個圈的指令 在57個圈的正賽 意味著每個車手都需要最少入址3次 老實說真的很難計 不過FIA和Pre-Rally就表示 為了不產生任何的誤算 所以他們會在每一次換胎之後 給車隊一個準確的最後換胎圈數 但就可憐了我們這些車迷 雖然直播間中都會顯示需要換胎圈數 但直播就不會提及中下游的車手換胎圈數 有一定年紀的朋友都一定知道 3310是一部非常內臟的電話 但當一部3310和另一部3310撞在一起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在起步的一圈我們就見證到這一幕了 起步的一刻 前排的賽車起步都十分順利 韋斯亞本和羅素來了一個交叉走位 而後面用紅胎的霞尾頓 有更加強的走地力和加速力 跑去左邊的最外線 想來一個around the outside 但韋斯亞本已經佔了最右線入彎深 霞尾頓又繼續靠向右邊 中間的羅素沒有位可避 兩部擁有著3310防禦力的黑戰戰車相撞 霞尾頓的右後輪遭到羅素的左前輪 兩個人撐出賽道 羅素都幸運可以回到賽道 但霞尾頓有一個後輪飛團而退賽 以前講爬頭的影片就已經提過 around the outside 爬頭風險極高 過得到就登上年度十大爬頭 過不了 發生碰撞的話 就很大機會退賽收場 而賽後霞尾頓應該承認 是自己的失誤 因為自己要負上全責 但七屆的失誤 就令到本來Mercedes 雙車上台猛碎 安全車因此出動 清理現場 也因為這一場意外 令我除了前排之外 後排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因為下有幾個車手 寶達斯 麥路神 史道爾 羅神 在安全車底下第四個圈入閘 爲什麽是第四個圈呢 這就是數學的問題 3加18加18加18 剛剛好 就是賽程的57個圈 在安全車的特格Pit Stop底下入閘 之後只需要用盡條胎 相比較其他人就會入少一次閘 也能夠錯開和其他車手入閘的時間 對於車迷來說 今場入閘的策略已經非常複雜和難預測 但起碼這幾個入過閘的車手 我們會知道他們一定跑足18個圈才會入站 這場比賽除了繼續有Ferstappen獨領風騷之外 麥辣龍現在再一次雙雙登上攀掌台 首先Piestre成為了平治內戰的最大得益者 前面的艾朗蘇和盧克萊都在入彎的時候受到Mercedes所阻 而Piestre就看準右邊的空間一舉上到第二名 隊友羅利斯也在起舞的時候 失服排位賽的失利 有第十名上到第六名 而他前面的兩大對手也都各自有自己的問題 盧克萊因為Sprint 跑出track limits 太多次 所以需要在下一次入闢的時候接受5秒的處罰 第一輪換high之後 第十九個圈 羅利斯成功在直路進頭超過六匹來 加速法拉利的戰車受到高溫困擾 在後換的速度已經明顯下滑 紅軍已經不是他今場的對手 而艾朗蘇在今場顯示得十分掙扎 才由兩次意外地跑出賽道而損失時間 羅利斯在第28個圈換high之後 overcut了艾朗蘇 之後去到第33個圈 艾朗蘇又產出賽道 看來已經不足為據了 羅利斯的目標就是要收窄和前面的隊友 Piastri的距離 羅利斯在賽事的一半 和Piastri相差了5秒 經過了兩次驚人的超快peak stop 其中一次還要是破紀錄的1.8秒 比賽後段 兩個距離已經是2秒左右 但始終沒辦法收緊到1秒以下 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換胎策略和速度都很相似 看今場真的沒什麼重點 所以我就再解釋一下今場的輪胎策略 今場車隊門的策略只要有3種 剛剛說過跑完頭3圈就換胎的車手 唯一因為敢而獲利的就只有保達斯 可以保住起步排名 由第9名起步第8名原賽 而今場的主流換胎策略就是 較為平均分配4組輪胎的使用圈數 例如麥拿倫、法拉里、Elpin和艾朗素等等 都是用這種策略 不過麥拿倫就有少少分別 他們在前三段都是用黃胎 而第三段還是用全新的黃胎跑最長的時間 最後才換白胎 這樣做他們可以在使用全新黃胎的時候 帶開和後面的差距 當然還有一些更加極端的策略 例如是韋斯亞本、羅蘇和周冠宇 他們是先用盡輪胎的最長時間 在最後10個圈再換胎 這個手法除了比韋斯亞本可以衝最快圈速之外 也是一種overcut的策略 因為今場的數據 黃胎的壽命本來就可以超過20個圈 羅蘇就成功在最後 overcut了綠克萊 周冠宇也在隊尾起步 上升到第9名原賽 當然他能夠得到第9名的2分 如果和佩雷斯不斷跑出check limit 而3次比伐5秒有關 最後我想說一下這裡的另一大問題 就是天氣 我們看到賽後所有車手顯得異常辛苦 其實當地入黑之後 空氣的溫度 只是比新加坡略高 去到31-33度 但場地溫度沒有低過36度 為什麼他們比新加坡站好像要辛苦更多呢? 主要原因就是濕度和風速 卡塔爾比賽期間 濕度一直保持在77%以上 而風速也比新加坡站還要低 濕熱這種感覺 對香港人來說應該一點都不陌生 除了艾朗素表示過駕駛艙非常熱之外 幾個車手在賽後也表示曾經差點暈低 在直路的時候要打開頭盔通風 奧剛在第17個圈之後 在頭盔直接吐了出來 曾一新加坡站說過 今年全部大獎賽裡面 從來都不敢睡的沙展 也都被車隊發現出現嚴重的脫水問題 被要求日戰退賽 順帶一提 其實車手的手套裡面 就有個感應器 用來監測著車手的身體狀況 沙展還有完成了全場比賽的隊友艾邦等人 一共四個車手都因為高溫問題要送到醫療中心 全套的車手保護衫 再加上引擎其實就是在車手的背後 一般的比賽 Copy 的溫度已經可以去到60度 實在難以想像今場的比賽 車手是承受怎樣的溫度 再加上入坨次數增加了 也會令車手變得更加痛苦 因為慢速之下其實比高速更加熱 而車手要保持頭腦清醒 需要集中精神進行一系列的入坨操作 而同法拉利的領隊Flazer所說 當車手停下來的時候 應該是不想再繼續的 十分明顯這一場比賽已經到達了安全的極限 可能經歷一役之後 Tata會成為不少車手的噩夢 除非有車隊和FIA提出安全的疑慮 不過還有百年合約 就算有他們真的會提出嗎 這場比賽之後 維修本得到世界冠軍投客 繼續拉開差距 而第二名的佩雷斯 和第三名的夏美頓 在各自退賽Spring和正賽之下 四分減一分 下美頓稍稍追近 去到三十分的差距 車手排行榜前十都沒有變動 但車隊排行榜就有semi變化了 R4會從今場雙車得分 即分反超哈斯 這裡是一千萬獎金 而馬拉倫持續雙人得分之下 和Aston Martin的差距也只剩下11分 形勢仍然會有變動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其實我不是說老小賽道是一條差的賽道 這套跑Moodoo GP這麼多年 一直都十分精彩 不過由layout 就是為了電單車賽事而身 重鋪過之後的地面又滑 又欠缺其他賽事開路 到金字塔式的老博設計 還有我剛剛也沒提過 這裡的瓜埔碎石路 粒粒好像拳頭一樣大 再加上外在的原因 沙塵步 天氣炎熱 即使今場比賽 因為全新的輪胎規則玩法誕生而變得有趣 同時今年的比賽 亦相較2021年的比賽 車手更加膽在彎路上拍頭 不過我仍然是維持著兩年前的想法 Losel真的不適合炮F1 你又有什麼想法呢? 留言說一下吧 最後當然要感謝一眾無私奉獻 用實際行動支持Elro的Patreon KeyamaFamilis 有Elro好帥仔 神秘的東方力量 Elven C Andy Yip Lin Ng Vergus Won Prince Rocker Evon Marshall Fantastic Bobby Main Ketron SG Jason Lee Jason Ng Rio Lau Fu777 許蓋公 Tm小殺 Sam Zhang LauKar Hing Antmo 6081 Eastlife生活稅務顧問 Kilowatt充電入油地圖 英國創成地產 智成地產 冠與Bowling珠色會社 還有一眾ElroFamilis的朋友支持 我是El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Bye Bye 好 努力 好 努力 順帶一提 其實車手的手套裏面 嘩 拿不起來 哈哈哈哈 好 努力 好 努力